雪崖昨晚传出躲命车祸 一辆载由马航货柜中心 约聘外劳员工的员工巴士 在行驶途中 失控撞入一个10米深的沟渠 造成一名司机和10名外劳丧生 另外有33人受伤送远 这一起死亡车祸 昨晚11点10分左右 发生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货柜中心附近一带 吉隆坡国际机场警区主任 主机菲利表示 事发当时 巴士司机正从主来的员工宿舍 准备载送43名马航货柜中心 约聘外劳员工上夜班 不料半途中 巴士竟然失控冲撞 掉入10米深的排水沟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 本地司机和8名乘客命丧当场 召获巴士车头禁毁满地残骸 萧整局在11点16分左右 接获投报后 出动38名来自吉隆坡国际机场 布城 赛城及水帮的萧整员 到场救援 他们被迫剧断巴士 把死伤者抬出来 整个过程耗时一个小时 受伤乘客随后被紧急送往沙灯 布城 万金和嘉颖医院接受治疗 两名女乘客送院抢救后重伤不治 让死亡人数攀升到11人 11名死者分别是5名孟加拉男子 2名尼泊尔男子 3名印尼女子和1名本地司机 警方将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1之一 也就是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条文 调查案件 至于车祸照音还有待查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